众所周知 三国时期的吴国有四个大都督 他们对东吴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吉周瑜 鲁肃 吕蒙 鲁迅 假如我们沿着时间纵向对比一下 这四个大都督 哪一个牛呢 小编并不想特别深入地研究 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 出事方式 作为贡献等等 仅仅是简单地从孙权的角度分析 或者说从孙权对待四大都督死后的态度分析 哪个都督牛 也就是说从四大都督死后 孙权的表态来看四大都督的能力 当然看问题的角度非常多 小编只切入这一个点 希望能抛砖引玉 引发大家对于四大都督的探讨 首先我们来说说周瑜 周瑜一生文韬武略尽为佼佼者 先是随孙策开辟江东基业 然后帮孙权于赤壁大败曹操 后夺取荆州树军 210年死于西征巴蜀的途中 年36岁周瑜再回江陵 准备行装去西征巴蜀的路上 就已然中病了 然后给孙权写了封信 说我人生太短了 大致没有完成等等 然后推荐鲁素接任大都督 然后没多久就在巴丘病逝了 孙权得到周瑜死亡的消息后 悲哀痛哭 说公锦有王左之财忽然短命死去 我以后靠谁呢 然后亲自去乌湖迎接周瑜的灵鹫 周瑜的一个女子安排长子孙登娶了他 两个儿子一个娶了自己的女儿 一个娶了童宗的女儿 都安排做官 孙权是怎么对待死后的周瑜的 第一悲哀痛哭大叫可惜 第二亲往乌湖迎回灵鹫 第三周瑜子女妥善安排 然后说说鲁素 周瑜死后鲁素称为继任者 鲁素和周瑜的积极应战不同 鲁素是祖孙刘联盟的 从一开始鲁素他上策为孙权指明方向 到立主联盟抗曹 鲁素是温和派的战略大师代表 217年鲁素病逝 年46岁和周瑜不同 鲁素死后 孙权只是亲自为他举办丧事 并参加了他的葬礼 然后善待鲁素一父子 就没什么安排了 不过虽然鲁素死时 孙权没什么表现 但是孙权经常回忆鲁素的音容笑貌 把鲁素比作东汉的邓宇 认可他对于东吴的建立 有着很大的功劳 给了他四字评价名于世事 孙权对待鲁素是 一死后妥善安排 二没事经常回忆 接着我们来说说吕蒙 鲁素死前并没有推荐继任者 孙权打算让严峻接替他 严峻认为能力不足 推辞掉孙权这才选的吕蒙 吕蒙不是都督的第一人选 吕蒙是从草根一步步成长学习起来的 孙权对他认可度不高 但是吕蒙办了一件非常牛的事 就是设计擒获了威震华夏的关羽 这使得孙权不由地对吕蒙另眼相看 所以吕蒙并重视 孙权把他接回行宫旁边 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疗和护理 医生给吕蒙针灸孙权就感到愁苦悲哀 想多看看吕蒙又怕他太劳累 就让人在墙上挖个洞偷看 一旦发现吕蒙吃下点东西 孙权就高兴如发现吕蒙不尽饮食 孙权就长须短叹夜不能寐 吕蒙病好一半 孙权就下令赦免罪犯 五天同庆史书对于孙权 对病重吕蒙的态度描述的非常详细 219年吕蒙去世 年42岁孙权异常悲痛 唆使简眠已是哀悼 然后赐给他守家墓的人家三百户 免收田赋的田地五十请 后代吕蒙的儿子 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看到孙权对吕蒙是非常偏爱的 第一生病时就被家关心 第二死后异常悲痛 不吃不睡的哭 第三赐三百户人守墓 后代子孙 最后来说说陆迅 陆迅的功劳也非常大 勤灭关羽就有他的份 后火烧连营八百里 大败刘备 又多次阻挡曹魏的进攻 后来又担任丞相 三国志甚至为他单独列传 历史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但是孙权对他怎么样呢 陆迅是四大都督活得最久的 超过六十岁 所以就涉及到晚年的孙权的历史之争 孙权很不高兴 好久次派人责备他 陆迅心中怨愤 就这么死了 陆迅可以说死得最窝囊 也最惨 对于陆迅的死 史料没记载孙权有什么表现 因为正生气呢 所以是恨 直到陆迅的儿子 陆抗统领陆迅的兵马 送葬回来 回答孙权对陆迅的 二十多条不满 孙权这才不恨陆迅了 可以说孙权对待死后的陆迅 是最差劲的 但是陆迅是非常有能力的 是用兼备 武能安邦 文能治国 孙权甚至把他以作伊尹和江子牙 与王左之姿的周瑜 相提并论 这个评价非常高 从上面的四大都并适时 孙权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 孙权最看重的是吕蒙 其实是周瑜 然后是鲁肃 最后是陆迅 但是这种看重 有个人因素在 可能因为偏爱有所偏颇 孙权曾和陆迅讨论周瑜 鲁肃和吕蒙 孙权认为周瑜 但掠过人大败曹操开拓荆州 很少有人能和他比 鲁肃给我指明成就地业的方向 诱助我立抗曹操 很好 但是借给刘备地盘 是他犯的一个错 吕蒙少年 果敢有胆量 长大后国学多时 有奇迹 仅次于周瑜 后来图谋俘虏关羽 胜过鲁肃 也就是说 孙权认为周瑜无人能比 吕蒙强过鲁肃 当然文武双全的陆逊 是可以媲美周瑜的 因此孙权认为能力的 最牛排序是 设计之臣陆逊最强 其次王左之姿周瑜 再次筹略其致吕蒙 最后是鲁肃逝世鲁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